這裡的水已經漲驅了 已經都已經清開了 那些毛巷他們還是要活 因為沒有人來跟他們換水 今天我們想要透過影片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 解決還有兩斤跟壽司的發源地 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大家更了解動物的處境 解決我們今天要去發現你的地方囉 裏面時上機 好PUBLIC 想要有線 這不是我比較好 BOW 愛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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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就有聽說一個愛媽 有在這邊一樣 然後我的公司剛好來這邊 不是很遠 這裡的水已經長驅了 已經都已經清開了 那些毛巷他們還是要喝 因為沒有人來跟他們換水 看了以後 那個心事真的是糾在一起 好像是地獄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他們都被你酸著 都已經被一個愛媽就是酸著 她愛的方式可能我們不太 不太一樣 如果我們講她怎麼樣 她會把毛巷帶去別的地方 更糟的地方 沒有辦法去跟她溝通 當我發現 絕絕他們來的時候都已經很小 差不多一個月而已 有五六隻也不知道去哪裡救援 那想說當下這樣子 都沒有一個可以遮封壁的地方 那我們就想辦法去 把朋友自助的一些棧板 慢慢的這樣子再來這邊 幫他們就是這樣子蓋著 可以讓他們遮封病 不要在淋雨或是在一個很不好的環境下 這樣子在成長 之前有人投訴 然後重寶處的也有來 然後看了以後 他也說這邊已經改變很多了 環境什麼都改變很多 那我希望他們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我們會來好好的把這些毛小孩 不過找到愛這些毛小孩的人 就是慢慢的把他們送出去 有的抓得到都有結紮 抓不到就真的沒辦法 因為有的怕 還是很怕的 一定要十天的和他們下去 剛初姐姐有送出去一次過 可能小朋友剛好情緒上不穩定 請我把他帶回來 所以姐姐這樣子又一次的回到這裡來 姐姐還有手撕 還有兩斤 這三隻真的很親人 很善解人意的 就是這三隻毛小孩 等到一個愛他的人 還有給他一個溫暖的家 畢竟他們好像知道他們的命運就是 被氣養 他們特別乖 特別親人 希望有愛他們的人 能夠養他們 晚上像我在這邊 我都有看到騎機車過去 會踢他們 會拿東西丟他們 他們也很怕 那當然有的會保護自己 也會去做攻擊的動作 因為是人先攻擊他們 這個重劃區是 一個集團他們已經收購了 如果沒有被人要走的話 真的也不知道他們的 未來的日子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生理會 是一個好小孩 真的不知道他們的命運會是怎麼樣 真的無法想像 如果這次是人 在其他人在一起 就是人家是被判死 他們在不去 叫一個小孩 本身的未來 你也知道 黃沙 是 如果他在善長 新鄉 看到你 是 我們 在民指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